《天津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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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 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 《爱情保卫战》 我们的节目呢是由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的 《广电5G192》 全新浩盾 全新体验 让爱相连 让我们掌声有请 今天求助的三组嘉宾登场 欢迎他们 首先要疗愈的是 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 郑先生 三十一岁 来自山西个体 高女士四十岁 来自河北 云霞店店员 她们究竟遇到了 怎样的情感困惑 你们感情目前最大的阻碍是什么 我结过婚还带着孩子 比她大九岁 有很多见识的问题 无法跨越 她没把我放到心理第一位 也没敞开心扉去接纳我 最接受不了对方的什么缺点 她特别不会处理心理关系 她还是比较幼稚 没有同理心 对我有时候太霸道了 那咱们从头讲讲吧 你们俩到底怎么了 我们俩其实是工作的时候认识的 我是一年多以前 入职到她公司上班 做电话销售 她是我们公司的老板 有二十多个员工 我呢 其实照顾孩子 已经脱离职场很多年了 所以呢 就是工作上面呢 上手比较慢 她那个时候 还是很照顾我的 给我耐心的讲解公司的业务 也会给我一些资源 让我多练习 我当时也是觉得 她是一个很温暖的一个暖男 然后就主动追求了她 这两个多月吧 然后我们两人就在一起了 那我们其实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呢 因为是上下级的这种关系 我就想呢 就是我们两人就不要公开 然后地下链 免得公司有一些流言蜚语 但是她是坚持不愿意的 所以我们也就公开了 那个时候 因为她的坚持 也给了我很大的安全感 但是呢 我们公司的另外一个老板 也是公司的合伙人 其实对我们的意见 就挺大的 因为我们在单位谈恋爱嘛 就是会把这个公司的氛围都搞得 可能不如以前好了 其实我比较理解她那个合伙人 我对对 我就是理解她那个合伙人 合伙人会怕她们开成夫妻店 对吧 是啊 那把我甩了最后 对吧 然后你们俩人万一有利益疏松啊 什么的是吧 对啊对啊 设计我的利益啊 对啊 做生意嘛 因为什么呢 我这个公司呢 是我跟我那个合伙人一起开 他呢是我兄弟 所以呢 当时完全没有往这方面考虑 对 后来考虑到呢 她们之间的这个关系 还有公司的这种经营嘛 然后我就直接辞职了 她辞职的时候没有和我说 直接就和我的合伙人去说了 然后呢 我本来想的是 如果她的业绩再往上提升一点 我呢 想让她成为一个小组长 或者是一个小组管 我都已经给她规号好了 结果她直接辞职 把我的计划全部都打乱 你辞职的时候 是你们谈恋爱多久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不到半年 意思就是不到半年 谈恋爱不到半年 你就准备把她提成主管了 是吗 这个时间我觉得已经可以了 因为她已经 对我这个业务也很熟悉 而且我给她提供的资源也特别多 所以她对这方面 对 你这很明显 就往夫妻店走了 对啊 是的 你这公司开不好 你要是这样的想法的话 实际是对的 真的 实际很好 对 很好 是的 我也是觉得 那我们在工作上的这些矛盾 会减少很多 但是其实在生活当中呢 因为孩子的问题 其实我们的矛盾也挺多的 我跟我前夫在分开的时候 我们俩就是协商好了 两个孩子呢 大女儿归我带 小儿子呢是归她带的 但是今年春天的时候呢 就是她突然找到我呢 跟我说她投资亏了很多钱 也没有经济能力啊 再接着抚养我小儿子了 就想把小儿子也送到我这边来 让我来抚养 她说这些事的时候 我就很不乐意 我就是她个人的问题 不能因为她前夫没有实力 把儿子送过来 我帮她去养 对不对 确实她个人的问题 这就是照顾我的利益 孩子呢 孩子是无辜的呀 孩子无辜不能让我来 给她承担这个责任呀 没有让你承担啊 人家母亲在承担呀 没说让你承担啊 但不能便宜她前夫呀 最起码她前夫应该是 要么就付点抚养费 以前呢 我们两人在一起相处 总体也是很愉快的 她也会跟我聊一些 关于未来 关于结婚 甚至是我们结婚以后的生活 我们要不要孩子 但是我小儿子回来以后 其实对于这个话题呢 她也是只字不提了 你接儿子回来这个行为没有错 如果真的是前夫妻有一方 真的经济上发生了困难 那孩子真的没有办法 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活 那另外一半就要伸出手来 因为这是你们的孩子呀 但是你自从她前夫 把她儿子送过来之后 完全把我两个人的生活轨迹 全部都打乱了 你知道吗 怎么打乱了 我们两个的二人世界 过得挺好的但是呢 那以前不也有大女儿吗 大女儿她现在不需要管呀 大女儿多大了不需要管啊 已经十四五岁了 十四五岁不需要管啊 小儿子多大 小儿子只有七八岁 就小儿子刚刚上小学一年级 然后大女儿已经上初中 马上上高中了 初中对 我大女儿是独立能力很强 然后她的学习也很好 然后有的时候呢 我母亲也会陪伴她 相对来讲 我们可能需要花费的时间 和精力就会好很多 我小儿子送回来以后呢 首先对我的时间和精力的分配啊 确实是消耗的很大 另外她特别介意的就是 我前夫呢 以前对我大女儿 其实是不闻不问的 但是对我儿子呢 其实是经常会有来探望 这些都让她觉得 对她的影响非常的大 在送回来之前 她不会来看女儿一眼 自从把小儿子送回来 隔山岔五就来一次 隔山岔五就来一次 而且呢 而且还有一次呢 孩子也没问题啊 不她的意思是说 她很难受 这个家本来她在那很舒服 是她女朋友的家 现在变成了她女朋友 和一个男人 还有他们两个人的孩子 在一块儿 她觉得无力承受 不是 多久来一次吧 一个月可能一次或两次 不看孩子 你们俩既然分开 你又有男朋友 为什么不是她 把孩子带出去 要到家里边 因为临时的变化 可能还是没有约定好吧 那她和你的儿子有接触吗 就你男朋友和你的儿子 出于对孩子的一种保护吧 我也并没有让她 跟我的女儿或者小儿子 有太多的接触 我更看重的是 我跟她之间两个人的 这种恋爱关系 另外我们还没有结婚 在还没有结婚的时候 去旅行一些继父的 这种职责 我觉得有点太快了 就我希望这个关系 是循序渐进的 往前走的 那你认可吗 不是 我不认可 有一次就是她儿子 学校要开家长会 她当时的女儿正在生病 然后她就在家里面照顾 照顾大女儿 我就跟她说了 要不儿子的那个家长会我去吧 结果她来了一句 宁可就是人不去 也不会让我去 我就不知道她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做的是对的 你没有想过你去了以后 你怎么跟老师和同学的家长 自我介绍吗 因为我当时只想的是一点 别的学生 她都有家长去 我理解你的出发点是好的 我没去 就她儿子没有 她没开过家长会 她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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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实话 我发自内心我也喜欢孩子嘛 所以那你到底烦得不满意的是 这个小儿子出现在你们的生活里 还是前夫出现在你们的生活里 前夫 其实并不是不接受有一个小儿子 对 她最接的 可能还是我前夫来探望孩子吧 有一次我呢就去她家嘛 我去找她 结果呢 正好碰到她前夫也在家里 我就感觉她就情商特别低 然后直接来了一句 啊 那个咱们中午没事的时候 出去吃顿饭吧 我当时我是因为 我也不太会处理这种亲密关系 我就觉得很尴尬 可能想化解一下这种尴尬吧 所以处理的可能也是不太好 那怎么收场的当时 谁走了 是前夫走了还是现任走了 都走了 反正我是不会和她所谓的前夫啊 或者是前对象啊 这下人吃饭 有交集 你刚才那个女士说到 说到就是你们两个人 刚在一起的时候 你其实有规划过你们的未来 比如说结婚啊之类的 你是以后想要跟她组成家庭的是吗 我就是笨着跟她结婚 但是现在呢 她是已经完全不能接受我前夫探望孩子 这件事了 现在有没有对于说 你想要跟她组成家庭 这个念头有打消的成分 我觉得态度有转变了 看情况再定吧 你们家里面的人 家长辈 对你们两个人的关系 是怎么看的 同不同意 其实她父母也是知道 我们俩的这个情况 而且一开始 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 她爸妈对我 其实是充满了不信任的 也是会觉得说 我比她大这么多 离婚有孩子 比较高攀她嘛 或者是到有什么样的目的 后来就是 她知道我们在北京 我其实是住自己有房子 然后生活在自己家里面 她就觉得我又隐瞒了 她们家很多的事情 然后她就还让我把那个 我家的房本给她爸妈 拍照片给她们看 我觉得这对我来讲 就也挺不尊重的 其实对我的这个 你就拍一个照片 给我父母发过去 就哄她们开信一下 让她们知道一下就得了呗 对不对 这又不是什么鸡毛蒜皮的事 对吧 这算是什么条件啊 为什么要看房本啊 对啊 其实我觉得我父母的意思就是 希望我们两个以后吧 就是能走得更好 也就是随口那么一说 一问而已 这女孩家庭条件怎么样啊 就这种意思 人家还没问你是什么条件呢 然后你就要人家拍房本 这么房本是一件挺私密的东西 能随便给人拍吗 我怎么觉得像你家 有涂他点什么 对啊 其实我后来也是同意了 那这样的我问一下女婿啊 那你当初主动追她 她比你小九岁 没有生孩子的 养育孩子的经验 你追她不担心 她之后和你的两个孩子 相处有问题吗 我没有希望她承担 更多父亲的责任 我想着就是 我们两个人的恋爱关系 是第一位的 即使是亲生的母亲 跟孩子也会有很多的矛盾 也会有不快乐不开心的时候 所以那些东西 我觉得对她来讲 其实负担还是挺重的 所以我能理解 为你追她的时候想的 就很清楚 你只想跟她谈恋爱 结婚的事情 并不摆上你的意识日程 是你身其自然 寻习渐进吧 可能没有规划的那么长久 我自己可能是因为 我的心态还是比较年轻的 我觉得我还挺热爱生活的 我喜欢平时养养花花草草 做一些手工 然后我自己也很喜欢练习瑜伽 我现在在瑜伽馆工作 我就想今年把那个 考瑜伽教练证 以后呢就自有职业 可以做瑜伽教练 这样的话 时间上也可以接送孩子 照顾家庭 我再问一个敏感一点的问题 你还打算生孩子吗 我不打算 就是应该是 脱口而出了 对 还是不太想 就年龄各方面的原因吧 但是我也是一个 其实很喜欢孩子的人 不用跟我讲这个 就是你脱口而出就知道了 那男生你打算要自己的孩子吗 肯定要 我还没有呢 你很假的 其实我们相处以来吧 尤其是今年矛盾也特别的多 然后我确实觉得 他还是有挺幼稚的 不太成熟 跟我之前觉得那种 很能照顾我 然后让我 就是很依赖的人 其实还是差距挺大的 我觉得他是挺霸道的 所以我现在跟他的关系 我也很痛苦很纠结 我也不知道 还能不能走下去 那男士呢 我就觉得他 他特别不会处理他 和前夫这个亲密关系 我希望他能和前夫呢 就是保持一定的距离 这样你就可以接受了 然后小儿子跟着他 也没问题的是吧 对 然后一个月的话 最起码 反正别有其他的沟通交流就可以 我因为啊 这个男士呢 他没有小孩 嗯 他俩有个矛盾点 就是女的不想再要了 你知道吧 你们两个今天谈论的 不就是婚姻和爱情 这两个话题吗 对于女生来讲 你想要的仅仅只是爱情而已 你压根没想过 要跟他走进婚姻 男生你要的就是 能结婚的 对 能生孩子的 对 能跟我一起在北京打拼的 不要有那么多乱七八糟家庭 琐事的 因为你希望的是 他能够围绕你的家庭重点来 对 但是方向就是不一样啊 因为你其实最开始的时候 跟一个比你大九岁的 且有过两个孩子的女人 你在谈恋爱的时候 你就应该想清楚 他未来有没有可能 孩子可能会来到身边 他跟他前夫就是有扯不断的 血缘关系 所以你想清楚了 你才能做决定 我觉得你俩的恋爱没有问题 无非是走到婚姻这个 关键的口这个时候 两个人方向不一样 方向不一样 和平分开就好了 不要有那么多的指责和埋怨 我觉得从一开始 他们两个的那个诉求 就不一样 嗯 这个姐姐比她大九岁 人家就是想让自己的生活 多一点色彩 可能压根从心底 就没有想过要走到 这个婚姻的殿堂 所以谈谈恋爱就得了 其实我觉得 对于你们两个人来讲啊 你们两个人 都没有认真的去想结婚这件事 其实一开始 男生跟你提什么 规划你们的未来呀 你们两个人结婚等等等等 他也只是说说而已 就算你们感情再好 有很多的东西 他不是说你让他理解 他就能理解得了的 男生 现在就很明白的事实 摆在你面前 人家是不可能再要孩子 或者说要孩子的可能性 微乎其微 你自己做决定 好吧 首先我要给这位女士啊 这个姑娘点个赞 就算是到了你这个年纪 我们为什么不能谈恋爱 对 是的 你离婚 前夫不来看女儿 你照样带着自己的姑娘 好好的生活 有自己的房子 前夫出了问题 说孩子养不起来 你马上就接过来养 你看到一个喜欢的人 你自己主动去追求 没有任何毛病 你活得非常棒 你给所有 所有想要离婚的人 都做了一个特别好的榜样 就是一个人是可以非常独立的 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下去 而且你是有目标的 你想要考瑜伽证 你想要做很多很多事情 你把女儿养的也非常的好 你在这个世界上活得非常棒 你不需要依靠任何人 也不需要任何人给你评价 现在为什么姐弟的力量越来越多呢 我觉得是因为这个美容行业 然后那个什么医美啊 再加上化妆书啊等等等等 让姑娘们几乎不会老了 你知道吗 哪怕三四十岁 你看上去啊 远远远一看啊 你还是觉得她还是很年轻的样子 她就不像四十岁 对啊 所以那些小男生啊 他们马上就觉得 哎呀你看你又有亲历的容貌 是吧 又有世故的圆容 是吧 你有经历过事情 然后跟你聊天吧 你又能聊得下去 善解人意 而且你又很沉稳 又很善解人意 又很温柔 还有方本 对还有方本 完美你知道吗 我有一个同事 她妈六十多岁 染着长长的黄头发和二十多岁的男生谈恋爱 她闺女都比那个男生大 我也跟他们家吃过饭你知道吗 一起一起吃火锅 我看了我都震惊了 你看 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给予我们的自由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选择自己恋爱的自由 当然你也有选择婚姻的自由 所以你今天愿意谈恋爱可以继续谈 你有一天想要婚姻了 你可以抽身离开 我觉得你们俩都有自由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 恋爱也好 或者想要什么也好都可以 但是我觉得你们两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同样的问题 其实女生你说你在找这个男生的时候 我觉得你不是完全坦诚的 一个三十岁的男生 你们好了一年多了是吧 对 一个三十岁的单身男生 他难道不需要结婚生子吗 你如果坦坦诚诚的告诉他 我很喜欢你 我有两个孩子 我目前没有做好要结婚的准备 我也不需要你介入我的孩子的生活 因为我只想谈恋爱 爱情不分年龄 但是爱情要坦诚 尤其你比他有生活经验 尤其你有两个孩子 你应该告诉他 还有我跟你们要说一个爱情的核心的定义 你们不都是说因为我们爱吗 我喜欢他我就追他了 我不管他是将来要不要结婚生孩子 我喜欢他我就跟他再起来 我不管他有几个孩子 比我大九岁 认为是爱情 但爱情的核心要素是什么 心理学家斯腾格伯说了 爱情的核心三要素 第一亲密 第二激情 第三承诺 女生承诺不了 可能我原来就一个女儿的时候 我还能承诺长久的爱你等你长大 对吧 再有三年我女儿都18了 那她上大学了 我就和一个小男孩结婚了 去享受二人世界 我们再生一个小宝宝也可以 但你现在兑现不了承诺 实现不了承诺 也不敢许下这个承诺 对不对 儿子才七八岁 您还有十年呢 先生一样啊 你也实现不了对这个女人的承诺 那没有承诺的爱情就长久不了 所以等你们的激情消耗之后 自然而然就分手了 所以今天不必纠结 来说说彼此的心里话 知道对方怎么想的就好了 也延续不了太久了 但是那就彼此珍重 彼此祝福对方呗 老师们的建议都说完了 然后你们两个人 待会儿坐在那的时候 就好好想一想 好不好 嗯 好我们换下一组嘉宾 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 张先生六十四岁 来自黑龙江酒店经理 小女士六十二岁 来自湖南退休 那么他们又遇到了 怎样的情感困惑 婚姻对你来说代表着什么 你认为你在对方心里重要吗 不重要 他逼重就轻 把恐惧当借口 当然重要 因为我在乎他爱他 但他也不能步步紧逼啊 先来给我们讲讲你们的故事吧 我是湖南人 来广东差不多四十年了 我老家是黑龙江的 我去深圳已二十多年了 嗯 我现在在深圳开一家宾馆 哦 那您二位现在一个在深圳 一个在珠海啊 对 异地恋啊 对 哦 我是算偶的 他是离异的 我们呢 是经过朋友介绍认识的 见面之后觉得条件也相当 现在我们在一起 已经差不多要两年多了 最近呢 我提出来了啊 跟他说要准备结婚 他呢 就觉得我们实际还不成熟 老是拒绝我 我自己觉得吧 他就是心里面 还想着他的前妻 跟他前妻两个人啊 正常还要联系 两个人相约出去喝茶呀 出去谈生意 谈生意 为什么和前妻一起出去谈生意呢 酒店里面呢 就是还有他那个前妻的股份在里头 为这个事呢 我也串过他 既然你们都分开了啊 把他前妻的股份踢出去吧 我说既然你们都离婚呢 为什么老是还留着他的股份在这里呢 他投了多少钱还给他 这样你们不是就是两亲了吗 我说你没有钱 我说我可以 我可以补 你说他投了一百万 我说我拿出来 你给他 两亲 免得你们揪钱不亲的 我之前吧 第一任夫人 在我四十八那年 因为癌症 就上了天堂 之后呢 我就去了深圳 在十五年当中呢 我在深圳结了三次婚 等会儿就是 您 四十八的时候前 结了四次婚 对四十八的时候第一任太太 然后结了三次婚 对 那平均每一段婚姻维持的时间长度是 没有超过三年的 为什么没有超过三年的 因为我们吧 有的是在相亲网站 有的在相亲群 还有一个是介绍的这三个 哦 对吧 我们在一起时间太短了 了解的不透彻 就着急忙慌 就领证了 就结婚了 但是过着过着 这问题就出来了 最后还得离 离时候呢 受伤害的都是我 我前十五年 在深圳赚的钱 都打在这上了 股份这是第几个妻子的 最后这个 我们谈恋的时候 他一看我这个行业挺好的 上了我说咱们再接 咱们再搞一个大一点的酒店 这样呢 我们就各除了一百万 就把那个小的 就转给别人了 我们就接一个大酒店 接着我们干的时候呢 由于一开始 经验也不是那么足 对这个环境不太了解 又赶上特殊时期 就没赚到钱 就从去年开始 我们的生意好了 每个月都有分红了 我这个前期呢 一个月只能见一次面 就是我们定的 每个月一号 是我们分红的日子 哪里是11一次啊 因为我的朋友也多嘛 经常看见他 跟他在一起嘛 就人家就打电话告诉我 我就问他 他就不承认 我们俩吧 还是合唱团的 是这样的 我们合唱团已经 十多年了 他呢就跟那些大妈大树的 搞了一个合唱团 一排练就是八九点十点 你现在这个年纪了六十几岁的人呢 你说一排排他那么晚 还有个时候通宵通宵的不回来 也不打个电话告诉我 有个时候我一打电话呢 他还不来烦 我不是不让你出去玩 但有个度对吧 因为我们都这个年纪了 你以为你身体还好吗 刚刚说一排练通宵通宵排练 这前期也在这个合唱团里是吗 他也是 我们合唱团一共一百六十多人 不是 说 是谁通宵排合唱团 年轻人也去不叫 还通宵排 我们不是通宵排练 我们是全国各地 我一有演出他邀请我们 每次邀请之前吧 前三天我们是肯定要 加强练习的 因为还有乐队嘛 还有指挥 因为我是领队 我要负责全队的这些事 包括设备啥的 有时候呢 在排练时呢 我就在那住一个晚上 住哪儿 就住在排练时嘛 就我这个前期哈 我们真的是 就像兄弟姐妹一样相处 你们又是最好的合作 合作伙伴 生意合作伙伴 又是最好的合唱团的伙伴 又说的来玩的来 对呀 你俩在一起不就得了吗 你找个女朋友干嘛 你当时为什么离婚了 对呀 我跟她离婚这个原因 我有点说不出口 这个涉及到她的隐私 懂了懂了 生意这块吧 我们是纯粹做就是生意 平时我们真的没有别的交流 关键是女士 你现在对夫妻 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担心 或者又不满呢 我原来呢 我就是打算呢 在珠海买一套分房嘛 结婚以后 我们可以在珠海安家嘛 她呢就是老是执意了 要在那个深圳买 我有这个想法 我就准备在深圳买房 我也跟她 非常坦诚的 我跟她说了 您现在本身在深圳有房子吗 我现在没有 我现在就在酒店里面住 就住酒店 房一直没买 她的想法呢 就不让我在深圳买 让我去珠海买 你是不是 离不开你那个心意呢 还是离不开你那个前妻 我真的我搞不懂 因为我是做生意的 深圳的房子 讲来它是有生殖空间的 再一个我酒店也在深圳 去珠海 开车还有两个多小时 所以说我们俩在这个身上 她也跟我吵了好几次 关于我前妻呢 我们俩做生意这个股份 她让我让给她 现在建立了 咱们就把人踢出去 明白 咱们做人不能说是见利妄议嘛 就今年刚挣钱 不好把人踢出去 是吧 对 再一个我做人呢 我是宁可我吃亏 我不让对方吃亏 这都是他的借口 你会呢 你老是以这个借口 老是两个人接触 那他用我来说 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那你要向女朋友 就是证明你和前妻 没有任何瓜哥 那你干嘛不同意她的要求 说我们结婚吧 也好了这么长时间了 对不对 我们俩现在两年多了 这时间还是短 因为我受的伤害太大了 您觉得交往到几年 合适结婚 就是我说一时 根据我的经验嘛 必须要出三年以上 这才能看透对方 他觉得三年是个坎儿 可以分了就好 真的 现在这人吧 他都隐藏得很深 你没有三年时间 你绝对看不透 现在阿姨就纠结的点 就是在于说 你不跟我领证结婚 就是你心里有别人 对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 你经常会跟前妻见面 这个我不舒服 第三点就是 前妻还在一个合唱团里面 您是怀疑 这个合唱团里面 她跟前妻有关系 还是你觉得这个合唱团里面 有其他的女队员 跟她有关系 在我看来是好像度有 有一次吧 我跟着她去旅游了一次啊 那些女队员啊 因为她是那个冷队嘛 哥哥都围着她转 那个也张大哥 张大哥 这个也张哥 张哥的 有的时候呢 那个女的也抽到她顺便来做 我们每次出去 这个女的也抽到 那个也拉着她拍照 我们都得管 这个也拉着她拍照 她就吃醋 我就看到 哎呀 心里 哎呀 你这个怎么会是 就是您非要急事白天的 要嫁给人家 那你以后就得 忍受这样的生活呀 因为这是人家经营了很长时间的合唱团 人家是领队 我不可能我娶一老婆 一 公司合伙人不要踢出去 二 领队队长我不当了 我这一生吧 我就这么一个爱好 我喜欢唱歌 哎 她的意思就 不让我再去合唱团了 你说两个人之间吧 得互相理解 彼此吧 给对方多留点空间 行 那今天您二位来到这儿 想要我们帮助您什么呢 我是想呢 快点结婚 如果她实在是在深圳买的话 我也同意 只要你娶我就行 只要你娶我 您给一个时间期限吧 就比如说多长时间之内 你要不娶我 我就跟你分手 她今天不是说了吗 三年 超过三年 我不跟她在一起 刚才她说了 如果我在深圳买房 她也同意了 第一次出口 之前她是不同意的 既然她同意在深圳买房了 我就没有什么故意了 那就现在就娶吧 只是差点时间问题 你看 她就是必须三年 她今天跟你们说三年呢 以前不是这样的 各自都已经 对 今天是跟你们说三年了 行 你俩都有收获 今天她知道了 你同意深圳买房 你也知道了 她的时间底线是三年 行 来我们听听那个晚辈的意见 我觉得 叔叔这个确实挺好的 认识的时间长一点 然后再考虑这个结婚 我觉得是挺好的 我听完这个故事 我的想法就是 希望那个张先生和萧女士 能够开开心心的相处 其实我希望萧姐您能把那个 就是那个结婚那个目的 那个执念 就不要太把它放在心上 不要有太大的压力 人家 然后轻轻松松的 在一起 活四十岁 活通透了 就是 我觉得还是 完全可以再继续相处下去 还是总的来说 只要二位对不对 对方还是有感情的 我觉得是可以继续往下走的 其实我说实话 叔叔 这三年您没有付出太多的成本 您没觉得吗 可能就是这样 我说的不太好听点 第一个您没有跑过 您没有从深圳开车去过珠海 您不知道一路的颠簸辛苦 就算现在三十多岁 四十多岁年轻人 开个长途车 都会舟车劳顿很累的 他唯一奔到那个地方去 就是因为有一个爱的人在 是的 您从来没跑过一次 他在深圳的时候 阿姨您不用说 我来帮您说吧 阿姨到您这儿来了 你们没有一处特别安定的 你属于你们自己的窝 好好的煮一顿饭 给对方吃一吃 两个人一起坐着聊一聊 不就这个吗 一日三餐四季讲的就这个 然后第三个 阿姨是陪着您 去过跟您的和尚团 您没有融入过他的生活圈 您不知道他的生活圈是怎么样的 所以我觉得您这两年 您没有投入过多的情感的成分 您只是在无谓的等待 您所谓的您可能 之前被您自己盲目的判断 消耗了三个三年 你看我这三年我亏了很多 我钱亏了 我感情亏了 我时间亏了 谁让您亏的吗 是您自己让自己亏的 所以您现在再给自己一年的时间也好 三年的时间也好 我觉得您无非就是在浪费自己的生命 叔叔我要劝您的话 您就早点领结婚证吧 叔叔如果这位阿姨她是我的姨的话 我一定让她坚决不同意她再等您 而且我听完您刚才说的挺生气的 我觉得这位阿姨很优秀 无论从形象气质方方面面来说 真不比您差 叔叔您自己也反省 就是去回顾一下自己的人生 您是一个结过四次婚的奇男子 除了第一次婚姻 是属于您人生中的不幸的话 那其他的三次都是别人的原因吗 请您总结自己的人生 给自己的往后余生留一个特别美好的爱情 让这一生不虚此行 到这把年纪了就应该好好地爱一次 对不对 老实说的对 你等我这句话 曾经是多少坏男人做出的无效承诺 对吧 所以什么时间呢 什么金钱呢 什么所有 所有大家看似这些我们需要的东西 它都是借口 就是我说这样的话无意冒犯 但是我觉得 不管对任何一个年龄阶段的人来说 192就要爱 我们就要爱的时候就要在一起 我相信我爱这个人的时候 我就是想娶她 就像您前面都三次冲动结婚 如果您说我吸取经验教训 好我第一次冲动结婚失败了 那第二次是不是要慎重 为什么前面三个女人都能够 啪马上就结婚 到了这个女人这儿 就是必须要等三年 那您总结经验教训也总结得太晚了吧 对 那现在为什么不娶她 因为没有那个冲动 对 很简单 嗯 我这么说完以后 我相信阿姨也应该心里非常清楚了 那么另外对您来说 我觉得不嫁给她也是好事 为什么一定要嫁呢 怎么就死结巴厉地求着她 你必须得在珠海买房 我必须要嫁给你 怎么了我们也不差 您嫁给她之后 我告诉您要忍受几点 你以为她跟前妻以后 仅仅是在每个月的一号见面吗 谁能保证 是的 第二点 合唱团的那些女队员们 就是会一直缠着她 你就是会一直因为这件事情而烦恼 所以啊 不嫁给她也是好事 要不然之后您要忍受 这样那样这样那样的委屈 对不对 这个事我有点纠结啊 因为四次婚姻结婚离婚 您要么是一个特别容易结婚的人 要么是一个特别容易离婚的人 奇男子 对不对 也就是说您是一个特别吃套路的人 只要一个人对你下套路 你很可能是被人吃得死死的 那么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首先第一个 大姐对你没动什么套路 第二个说句实在话 今天您在舞台上啊 整个表现下来 貌似忠厚老实 但实际上没有那么简单 四次的婚姻 我能看出是有创伤的 但你可以说全部都是别人的过错吗 肯定说不来吧 对吧 那你自己肯定有问题吧 这是一方面 第二方面 为什么别人能够那么轻而易举的 在几个月之内就能把你拿下呢 第三个 你为别人所付出的东西 可以说是汹涌澎湃 你看你说前期 讲义气嘛 是吧 那个三年不挣钱 挣钱了不能把人踢走 你这话说的特别对 好像特别为别人着想 但是您在这大姐身上 你到底花了什么成本呢 你付出了什么呢 你为她讲了什么义气呢 讲了什么道理呢 没有啊 您过去这两年多的时间的付出是不够的 您过去这两年多的时间 给人的安全感是不够的 您过去这两年多时间给人吃的苦 太多了 所以今天我反而劝这位大姐 这个婚啊 现在她要跟你接也不能接 接下来得是您远离她 你要真喜欢人家 你去追她 对 让她追你 让买着花追你 让她千里迢迢的去追你 让她去感受一下你那会儿的心态 我换个角度来 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就是叔叔阿姨这个是一个我们个体的现象 放到现在这个老年的这个婚恋市场 现在据这个数据显示 65岁以上 离异或者丧偶的老年人 就单身老年人 35%以上 这还是前几年的数据 所以大家为什么说 这个大姐条件这么好 形象也好 经济条件也好 身体也很好 还两个多小时开车去 倒追这位先生 听起来没车没房 还有一点花心 前妻扯不清 合唱团的那个女士还都围着她 为什么 因为其实这个年龄段的好多男性女性思考的更多不仅仅是爱情 真的不仅仅是爱情 是养老问题 我儿女长大了成家了 我不想老去麻烦他们 但是当我头疼脑热有个病的时候 旁边没有人端这杯水 我想说的是阿姨 莫着急 这个男人首先没有那么爱你 他所设的这些时间限制 不过是给他的自私不愿意负责任 去做了一个借口 莫到桑鱼碗 为侠上满天 您现在还很年轻很健康 60多岁开车 耳聪不明没有问题 不用着急 养老现在我们国家给了很多的我们养老的方式 居家养老 社区养老 养老院 我们真的需要说有那杯水的时候 我相信以您的能力 以您的为人 您又热情又大方 又愿意付出 对吧 您可自己开车去找他 我相信一定会有那个水放在您旁边 所以莫着急 我不看好您二位 我特别建议老年人找一个伴 这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 心理健康都非常有帮助 但是遇不到合适的 您找了他 就说好 我明儿就去娶你 就领证 领完证也过不好 因为不是一路人 莫着急等待有缘人 好吧 谢谢 特别好 特别好 谢谢老师 我们坐那儿好好想想 别着急啊 好吧 叔叔阿姨 阿姨 好 来 谢谢你们啊 我们换第三组嘉宾 来 有请 本期第三对情感嘉宾 小王二十二岁 来自安徽学生 小夏二十一岁 来自安徽学生 那么他们又遇到了 怎样的情感困惑 对方有什么缺点 战友郁强 总是莫名其妙 没有安全感 对我要求太高 喜欢逃避责任 没有担当 对我不走心 跟别的女生不亲不服 你们的感情 怎么样才能变得更好 我希望她别那么恨假 也别总是逼我 做出承诺 我希望她不要总是 对我什么佛系 把我当成女朋友 她不是当成兄弟 她把你当兄弟啊 对 这样是 这样这样就是咋 把你当兄弟的 我来说吧 行行行 你说 因为她说着说着容易急 好 是这样的 我们俩也处了有两年 第一年吧 热恋期可能一过容易吵嘴 到那时候又分分合合 分分合合 我呢这个人我就喜欢 你看遇到事情 咱们不应该冷静下来沟通 对不对 因为你急的时候 你说话肯定是不清楚的 我就说那咱可以冷静一下 明天咱来再说这个事 她不行 她就说我冷暴理她 行 你说冷暴理我也认吧 那我能不能说你热暴理我 热暴 她动不动就是说滚 说我神经不好脑子不好 这些话经常说 我觉得也很伤人啊 那你觉得你这样做 难道不是对我更是一种伤害吗 我脾气确实不好 但是她一吵架就完失踪 就根本不会消息那种 我承认我是看到消息了 我确实没有回 因为那个时候火也没消 我怎么可能跟你冷静地解决这个事情吗 那你不说难道我就高兴吗 我觉得她就是这个观点就是自相矛盾吧 然后后面我讲办法去补偿她嘛 给她买喜欢的键盘啊游戏机 然后我就觉得我在热脸贴冷屁股 你的钱从哪来啊 就是本来我父母给的生活费就比较高 第二个我会自己赚钱 因为我是学话剧的嘛 然后我就是自己平常会赚钱 做兼职 对做兼职去演一场儿童剧干嘛的 有一次给我买了一个我喜欢的手办 完了之后跟我说了一句话 让我一直很生气 说你看我都给你送手办了 我以后凶你的时候就作为补偿了 这不就你意思讲我是软饭男妹 手办你收了吗 手办收了 对啊那你别收啊你别收啊 收了之后 我确实也感觉 再那个啥也不好啊 后来第二次还有吗 那个手办我确实挺喜欢的 我确实就收了 就是后来就是这次你憋戏这次 后来之后 后来之后他也买给我买过东西 我就再也没有要过 他可能吧还是想用他的方式 来促进我俩的感情 完了之后他就想了一招很震惊到我 就有一次他找我出来约会 不也很正常吗 在约在咖啡厅我先到了 那天我也没收拾打扮 穿个拖鞋穿个大裤衩 就这样出来见他了 他把他爸领来了 我很震惊 我不知道你这是想干什么 因为我就觉得他平常也不太在乎我 然后呢就是一直在贴着他 而且我那天带我爸 是因为我爸也想见见他 然后呢就是一直说 就是怕我谈恋爱受到伤害嘛 然后我爸就一直想见他 然后呢就是想了解一下他的情况 我知道以他的性格就是 如果我告诉他 我说我今天把我爸带过来了 他肯定就是不愿意来的 因为他特别喜欢逃避 那那次见面愉快吗 不愉快他提前跑掉了 是这样你们也听到了 就觉得这个事情 其实挺匪夷所思的哈 现父母第一次吧 你得正视一点 你好歹跟我说 我不说别的 我得收拾一下打扮一下 做个思想建设啥的是不是 那你就当时站起来就走了吗 我就简单跟他父亲交流几句就走了 因为我觉得我那时候很不在状态 怕再留在现场的话就会 导致给他父亲面前留下的印象很不好 说更多的错话 那你爸爸怎么说 我爸就是意思说 这个小男孩有点不太靠谱 你爸知道他不知道你爸去吗 后来我才跟我爸说 你爸也不知道他不知道你爸回去 你爸也以为他知道 对 然后这件事就过去了 只能说以后真走到想谈婚论家那一步 再好好的去跟对吧 以后的老丈人陪个不是啥的 后来他又干一件事情 让我更加觉得他很想结婚这个想法 那一次是我过生日 他给我冒雨送了一块 他做的自己做的蛋糕 我很开心啊就收下了 回家了之后打开盒子一看 蛋糕不错 旁边还有插一张卡片 上面写你吃了我的蛋糕 你就要为我披上婚纱 天哪 我会大脑再一次当机了 我过个生日 怎么能跟披上婚纱扯到一块去呢 我觉得这件事太早了 然后我当时立马就回想到 他带他老爸来见我这事儿 我就觉得他很想结婚 我就感觉他有什么目的性存在了 就让我开始怀疑他这个人了 那你那蛋糕吃了吗 没吃 有原封不动还给他的 也没还 对他就是当时就是不理我了 我想的是因为就是我一直很没有安全感嘛 他学的是黄梅系那个专业 就是平常也有比较好看小女生嘛 而且我跟他谈了就是有两年多了 他对我的态度都是不温不火的 然后呢我又比较急忙 因为我谈恋爱肯定是想奔着一个结果去啊 然后呢我就是想让他给我一个承诺吧 就是 姑娘今天你要你爸要听到这一出 我跟你说气死了 我对你那么好那么宠 你到最后换一个没有安全感 我这个爸到底怎么了 怎么就让女儿没有安全感了 就是我我不缺爱就不是缺爱 所以我就说嘛今天主要我来讲 因为他你看他讲话有时候 或者他思考不会那么到位 说的话就有时候可能不过脑子 他想那一出是你 你不要这样说人家啊 有话好好说 不要去贬低别人 你可以有不一样的观点 你可以不想结婚 你也没错 人家也没错 人家想结婚错了嘛 对我继续跟这个姑娘交流 姑娘我能够理解你这点事 你不是没有安全感 你是从小到大得到了太多的爱 以至于你没有办法去接受那种 不冷不热的那种温吞水的感觉对吧 所以谁给你的温度不够的爱 你是不能接受的是这个东西 是不是这是第一个不满足你的人 你觉得你在这段关系当中付出的多吗 挺多的 就是不管是时间金钱都挺多的 然后后面他就冷战两天嘛 然后呢他就请我吃饭 突然敬了我一杯 我说这什么意思 他说要跟我拜把子当兄弟 是不是要分手的意思吗 对啊 对吧咱俩不当男女朋友了 咱俩当兄弟吧 对 不是一点点分手的意思都没有 因为是这样的 他写了那一句话 确实震到我了 我觉得他想要一个承诺 但是这个承诺 我觉得是我目前暂时给不了的 嗯 你让我二十刚出头的年纪 就做出一生的允诺 我可能暂时真的给不了 我讲那咱俩可以做一生好哥们 就也是在类似的 开玩笑这样 又回首了 完了就是 做什么样的好哥们 误会 取你我现在承诺不了 但是我可以承诺你 咱俩是一生的好哥们 一辈子一辈子的好哥们 我就是一直都很不能理解他 不管是这个拜把子当兄弟 还有他后面 我就问他 你会不会喜欢上那些漂亮女孩子 他说我不喜欢漂亮的 我就喜欢你 那个意思就是讲我丑吧 我确实是这么说的 但是他不是一次两次问 班里有十五个女生嘛 完了之后 他能做到每一个都要比一下 今天可能说 我跟她谁好看 明天我跟她谁好看 每一个都剩下比轮 这十五个女同学 姑娘 你怎么都能比得过来 你都认识吗 对 我去过她班 而且我给这个十五个女生 依然点过一杯奶茶 就很明显的在宣誓主权 班里女生啊 都感觉她是大嫂一样的存在了 好 现在 我身边几个 一直玩的很好的哥们嘛 平时那个群有带我七个人吧 平时也会约着一块 谁有空出来喝个酒 打打游戏 他就主动过来和他们示好 我每次吃饭都会给他发定位 发报备一下嘛 那次就是 呃估计跟着定位来了 二话不说去把账结了 那你的哥们都怎么看这事呢 然后后来吧 吃饭啥的 也开始都叫他了 纯爷们的裙 把他拉进来 哈哈哈哈 谁拉的 就是一个哥们拉的 把他拉进来了 我不知道是他要求的 还是那个哥们 那一个想法 那他自己把我拉进来了 因为他有的时候玩失踪嘛 我就是想着 对他们兄弟示好一下 吵架干嘛的 还能帮我说说话啊 而且我就想融入他的圈子吧 啊 就后来吃饭都不叫我了 按他让他去 因为我平时要排练 有两下子 因为经常要排练 所以就直接让他去 我就感觉我身边 女生女生归他麾下 男生男生归他麾下 剩我一个光感司令 我我就感觉我被孤立了 我一点私生活没有 就你还没有被招到麾下 还在翅膀炸着不服管 刚刚说了这么多 你们大家也听到了 就是我觉得他太过于 介入我的自己的小圈子里了 这不太明白啊 你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啊 是这样的 因为和他相处之前嘛 我这个人其实生活 还是比较单调的 我觉得就是除了上课 回家躺着 然后撑死 跟几个哥们出去玩一会儿 就生活很单调 在一起之后吧 就是能感觉到 她是一种很活泼开朗 爱笑的女孩 我就觉得她就照亮过我一块 心里的地方 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 姑娘你来的诉求是 希望改变什么样呢 我想要去改变她 有的时候对我玩冷暴力吧 就是玩失踪 然后也希望她可以 就是不要老是逃避问题嘛 有担当一点 好 来吧 我们先来听听 两组嘉宾的意见啊 我觉得姑娘 让我想到了大学时刻 确实有点过了 其实我觉得女孩是这样的 在我看来 这个男孩 如果他真的非常喜欢你 他能给你的承诺 应该是你们对于未来的 共同的规划 他是不是愿意为了这个规划 去努力 时间的这个水 它是能浇开这朵花的 就是一定要慢慢来 不要着急 希望你们能走得长久 祝福你们 她多独立啊 她整个思维都是对的 是的 我们听听 两位长辈的意见吧 女孩的家庭条件 也稍微优越一些 我因为哈 只要两人真心相爱 互相都有担待 遇到事就要各退一步 遇到事也要为对方着想 实际你们俩 放我这说哈 就不是大问题 都是小问题 我倒建议你们俩分开一段时间吧 我觉得对于大学阶段来讲 其实姑娘 你更应该清楚 一个男生爱不爱你 她是一个什么样状态的 大学的爱情是最炙烈 最盲目 且最没有原则性的 但这就是年轻人 必经的一个阶段 盲目且冲动 但同样爱得很炙热 这是年轻人的爱情 所以我倒觉得男生 你如果在这段期间 你不能把自己 给完全放开了去享受爱情的话 你到了真正工作的时候 你会发现爱情更难谈了 一段纯真且美好的爱情 太难得到了 这个男生 我一直在观察他的表情 他有不属于这个年龄的 对于感情的这份冷静 所以 这位女生有没有考虑过 就是她是为什么 会一直保持这种冷静呢 刚才老师问 你喜欢这位姑娘什么 她说的也很真挚 她说的也很真挚 我相信你的某一部分 是被她点燃过 但是没有那种特别疯狂的爱 我希望这个姑娘 可以顺其自然 如果说你还放不下这份感情 那么当你真正感到疼的时候 你可能就自然而然 就会把手松开了 但你留下的是什么 留下的一定是经验 其实21岁到22岁这个年龄阶段 他们的爱情就像192一样 就要爱 对 没有什么是阻挡你们 你们这个时候的爱情 就是非常炙热 非常浓烈的 当你但凡感受到 这段感情是忽冷忽热 又跟你玩失踪 又跟你玩冷暴力的话 这人绝对不爱你 其实你心里非常清楚 你为什么要用宣誓主权等等 一系列的手段 去证明你是她的女朋友 就是因为你已经感受得到了 这个男生对你没有那么喜欢 所以姑娘 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时间 去做这些宣誓主权的事 还有一个方面的原因 就是因为你有点太闲了 我觉得大四了这个时候 应该是最忙的事 对 考研啊还是找工作啊 还是我要怎么规划我的未来啊 你哪有时间去跟她哥们吃饭啊 所以姑娘 你要珍惜现在二十一岁的年纪 让自己变得更充实更强大 你若盛开清风自来 第一眼看的时候 就感觉像是爱不够 但再看一眼呢 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其实整个聊下来 我觉得就一个问题 就是男人可不可以讨厌恋爱呢 可以讨厌啊 姑娘你告诉我 你觉得男人可不可以讨厌恋爱呢 我自己也挺讨厌的 很简单其实 你男朋友喜欢你 但是讨厌你的恋爱呢 对吧 你看你说你也很讨厌恋爱呢 我相信你说的这句话 但是你在他身上 不由自主地展现出了你的恋爱呢 这是为什么呢 这里面其实有一个情感等级的问题 就是你们两个人对情感的需求等级不同 我一直在说说你从宠溺家庭出来 和任何人去建立情感连接的时候 这个人必须要对你有过度满足的状态 你才会觉得啊我有安全感 这其实不是安不安全的问题 你的问题在于焦虑 为什么 因为他始终没有到我的温度 所以我就焦虑了 所以我觉得女生你还要对爱这件事情 再重新去理解一下 在这个时期你们两个人就应该相互扶持 你们应该先把自己未来的生活先建立起来 然后慢慢地建立相互之间精神上的支撑 慢慢谈不着急 把生活先建立好 其实我看到的是两个挺相爱的小孩的 我觉得他们是爱的 就女生爱的方式是我有的我就给 我也不知道我给的是不是他要的 但我有什么我都想给 我钱多一点我就给你买手办 我热情多一点我就给15个女生都买奶茶 男生的爱是回避型的 就像我前面问他了 他说你的出现是让他生活有了不一样的亮色 你其实是他心里最柔软的那块地方 但是他其实挺害怕的 他挺害怕爱这种感觉的 所以当你送了一个这个蛋糕生日蛋糕给他 其实你是一句玩笑的话 一句幽默的话说你吃了我的蛋糕 你就要为我披上婚纱 但他完全get不到你的幽默 他只有恐惧 一份这么强烈的爱来了 我该怎么办 这个男生是一个没有爱的能力的人 他明明是爱你了 但他体现出来所有好像就是 我讨厌你宣誓主权 但你却是他心里的光 你却是他生命里的温暖 所以你们两个的爱 现在没同频 两个彼此爱的小孩 没有找到共同的评誉 来疗愈对方的内心 或者读懂对方的需求 你们才能真正因为相爱 而彼此支撑 也祝福你们吧 挺美好的 继续加油 好 感谢二位 同时也感谢我们这两组嘉宾 我们一起到我们后等待 在揭晓答案之前 我们要先提示一下 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大家登陆优惑视频 腾讯视频搜狐视频 观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队的结果 请开门 会不会结婚呢 他们分开是比较好的 今天这个男孩正式地 去认真地考虑了这个问题 他了解的这个事情究竟是怎样 关键我觉得女孩能告诉给他说 我不想要孩子 对 今天终于坦诚了 好 那我们来看 张先生和萧女士啊 年纪比较大的 这一对她们的结果如何呢 请开门 我来问一下就是您牵手出来的这个达成的协议是 我索协了 准备结婚了 对 祝福二位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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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 叔叔准备东西了的 他不知道 哇 这是你早就准备了吗 哇 戴上了 给我们看看这个戒指 叔叔您这个是提前准备好的吗 是 他不知道 我就心里原来有这个阴影嘛 我心 我自己就给爱自己下觉醒了 我最后这第五次就是也精神最后这一次了 所以说192就要爱 对 用爱相连 用爱来弥补自己内心的创伤 对 谢谢老师啊 祝福你们 谢谢二位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 再见 谢谢 接下来要来揭晓的是第三对情侣的结果了 那在揭晓结果之前呢 我们要提醒大家 我们的爱情保育站呢 有一个官方报名热线 就是022-2360-6301 有情感困惑的朋友呢 可以打电话报名 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 小心被骗 来吧 我们一起等待第三对的结果 请开 姑娘还是笑得那么甜 这个笑容代表什么呢 她说以后会对我热情一点 哈哈哈哈 祝福你们啊 在谈恋爱的同时呢 也要经营好自己的人生 规划好自己的人生啊 祝福你们 谢谢你们 再见 不管怎么样 希望真心相爱的人 能够好好的相守 好了 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爱情保育站了 我们的节目呢 是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的 广电5G192 全新号盾全新体验 要爱相连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